5月是《亞太裔傳統月》 三藩市華埠將會舉行多項慶祝活動 朱惠琪和大家講一下 《亞太裔傳統基金會》 今天在華埠 舉行三藩市華埠 《亞太裔傳統月》慶祝活動的啟動儀式 主辦單位說 今年的活動主題 在不同社區一起前進 將會和華埠附近的不同社區 一起慶祝《亞太裔傳統月》的活動 希望藉著慶祝活動 能夠為三藩市華埠帶來更多人氣 一系列的慶祝活動 包括東華醫院 在5月18日 星期六上午10點到下午2點 在華埠白蘭站上庭院 舉行社區同樂日 提供免費的身體檢查 當日還會有免費的親子活動 《亞太裔傳統月》 將會在5月10日 舉行關於社會正義的攝影展 而5月11日 在Grant街7、8日路段 就會有城市舞龍大賽 在華埠歷史文化協會 將會在5月25日 在華埠的Grant街 舉行華埠文化節 到時會有文化巡遊 將會在下午1點半 從Grant街一直走到Broadway街 26下記者 周維琪報導